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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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多人受伤 新总统府秘书处4日发布的公报显示 截至7月31日 在总统府工作的3402名职员中 178人确诊患有新冠肺炎 占总人数的5.2% 目前患病的147人已经痊愈 31人正在接受治疗 总统府超过50%的工作人员处于居家办公状态 日本帝国数据库发布数据称 截止到3日与新冠疫情有关的企业破产数 自2月起累计达到406家 从行业来看 餐厅 居酒窝 咖啡店等餐饮店最多 为56家 据报道 东京都已经要求提供酒类的餐饮店 3日起缩短营业时间 有可能出现销售额减少 导致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的状况 帝国数据库汇总的新冠疫情相关破产 还包括平时不属于统计对象的负债额 低于1000万日元的经营破产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定于5日至7日访问英国 就日英贸易协定谈判 与英方高级官员磋商 英国1月31日正式脱离欧洲联盟 将于今年年底脱欧过渡期结束时 退出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日英两国6月启动贸易谈判 希望以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参照 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双边贸易协定 茂木将会晤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和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 与特拉斯商谈日英贸易协定 这将是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日本内阁大臣首次出访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是62度 摄氏17度 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是76度 摄氏24度 最低气温华是60度 摄氏1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 其先前工作组已经结束了在中国 对新冠病毒的先期调查工作 并在武汉与中国专家就病毒起源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医学专家说 找到病毒的起源 可以帮助切断源与动物的传播途径 为彻底终止病毒的流行打下基础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可能需要接待人的努力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宣布 派往中国的工作组 已经完成了调查新冠病毒动物起源的基础工作 世卫组织准备向尼寺疫区爆发区的部署 一个更大的专家组 世界卫生组织说 此次派出的两人工作组 结束了在中国为期三周的工作 对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 进行了流行病调查 以确定早期病例的潜在感染源 工作组与中国同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并且搜集了流行病学的研究 生物和基因分析 以及动物健康研究的最新情况 世卫组织的工作组 是7月10日启程前往中国的 当时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 大流行已经在全球造成了至少55万人死亡 如今死亡人数已经低近70万人 科学家相信 这种病毒是去年年底的中国城市 武汉的一个批发市场出现的 此前病毒在某地某个时间点跨越物种 而感染了人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 世卫组织随后将部署的专家组 将在武汉开始流行病学研究 以确定早期病例的潜在感染源 这些专家组的证据和假设 将为进一步和更长期的研究打下基础 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美中贸易关系也状况不佳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以及疫情导致的恶劣经济形势 结束美中贸易战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 也受到严重不良影响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试图进行正面宣传 称贸易关系是眼下动荡的 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稳定点 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 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 经济体关系不佳之际 今年上半年 中国原定从美国购买253亿美元的 能源产品 但中国只购买了这个数额的5% 远远低于中国在双方贸易协议中 做出的采购承诺 路透社的报道继续说 路透社根据中国海关数据 得出的计算显示 中国从美国购买的原油 液化天然气 冶炼用煤和其他能源产品 截至6月底总额为12.9亿美元 尽管中国最近加速购买美国产品 但分析家们说 能源价格疲软和双方关系不断恶化 意味着北京将难以完成 美中双方在今年1月达成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的 全年购买数额 报道说 美国原油原先预计 将是中国第一阶段采购的大宗产品 但由于货运价格飙升 加上燃料需求大跌 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扩散 这些因素导致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原油 对炼油厂来说价格相对昂贵 此外 尽管中国从美国购买的液化天然气数量 在2020年上半年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但由于天然气价格跌落 这些购买的金额只是去年的两倍 这一局面凸显出 在能源价格低迷之际 大幅度增加协议产品贸易额的难度 在另一方面 根据美国和中国在今年1月签署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中国今年需要从美国进口 365亿美元的农产品 然而中国截至5月末的进口量 仍落后于2017年同期水平 尽管中国今年完成美中贸易协议规定的 采购数额前景不看好 但中国官方报纸 中国日报早些时候 以明显断章取义的方式发出报道说 纽约时报25日报道 经贸问题曾经是中美紧张关系爆发的根源 但随着两国在香港 新冠病毒 间谍活动等方面的争端计划 贸易协议反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稳定点 特朗普总统说 中国抖音海外版TikTok在美国获得成功 并深受青少年喜爱 但是美国不能接受这类公司的安全风险 他说 我们对中国的态度 自从中国病毒袭击我们之后 出现了重大改变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 在白宫记者会上再次表示 他限期微软或者任何美国公司 在9月15日左右之前 完成收购TikTok的谈判 他说TikTok生意做得很成功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他说TikTok很成功 在美国有很大的业务 人们迷上了他 有很多朋友看到 宣布针对TikTok的措施时 给我打电话 我认为他们的孩子喜欢TikTok 他们不喜欢 因为他们再也见不着自己的孩子了 但是不管他可能是什么 他是很令人称奇的 他在记者会上谈到 微软收购TikTok的谈判时说 不管交易能不能达成 我们给他们的期限都是 9月15日左右 我们会看看能否达成 而且能不能有很好的安全性 意思显然是安全 微软在审批方面将会是一家好公司 包括与美国国防部共事 他们有高层级的审批 所以这会很好 但是也有其他公司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要禁止TikTok 但是他改变了主意 并在星期一表示 他不反对有微软或者其他美国公司收购TikTok 而且美国政府因为允许这笔交易 将会获得一大笔钱 特朗普总统 星期二再次引用房东与房客的比喻表示 如果达成协议 美国财政部将会得到好处 不仅仅是卖家 不管是什么价格 这个价格的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要进入到美国财政部 这条街出现琥珀色的烤鸭皮 那条街有了一团团捞面 经历漫长折服的纽约华府 上周逐渐醒过来 在纽约城于3月1日出现首个确诊病例之前 新冠肺炎已经对华府造成了间接的伤害 对华人店铺毫无根据的恐惧 让一些来渴望而却步 与该市的其他华人社区一样 曼哈顿的华府也恢复缓慢 当纽约城开始允许餐馆 在人行道和停车道摆上餐桌 在运河街以北和坟场监狱以西的地方 遮阳伞和盆栽棕榈树 开始纷纷冒出来的时候 华府基本上还是空荡荡的状态 然后在周三 在雾街南投的人行道上 建筑公司罗克维尔集团 设计的一系列公共用餐平台开放了 可以容纳120人就餐 他们采用了新鲜的原色 由当地艺术家和公立学校的学生绘制 是一处保持社交距离的美食广场 只要有空桌你就可以坐下 想用面冲着这些新桌子的十几家店铺提供的美食 其中包括合计饭店与和和和两家餐馆 他们是树带纽约客和游客们第一次品尝华府美味的地方 广告号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 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 每十年一次的普查 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根据这些数据 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 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 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 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 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 全体一起参与 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 充满影响力的数字 谁能不爱呢 你我未来优此展开 请向2020census.gov完成普查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Seattle House即将预售 临近Amazon Sphere 专设5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 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 请访问seattlehouse.com 获致电2065358075 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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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底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底的 西雅图中文底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您正式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无锡 今天是2020年8月4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 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美国联邦机构证明 他们没有用其他国家的人 期待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 白宫方面表示 这个行政命令 将有助于阻止联邦机构 用廉价外籍劳工 不公正地取代美国劳工 行政命令要求 所有联邦机构 完成一项内部审查 看看他们是否雇用 美国公民和美国国民 担任竞争性的服务职务 特朗普总统说 促使他签署 这个行政命令的部分原因 是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之前宣布 将利用H1B签证 将20%的科技工作 外包给在外国的公司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的部分外籍记者 还在等待他们的J1签证 是否能够得到延续的裁决 在此之前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对此类签证 在各个部门的使用 进行了复查 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8月3日 星期一 批评了白宫一位关键的 新冠病毒事务顾问 在这之前 他对全美电视观众说 新感染病例的激增现象 是新冠病毒 在城乡各地的异常扩散 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 病例增加是由于大规模测试 我们国家多数地区做得不错 让学校开学 在总统做出这番评估之前 白宫新冠病毒工作者协调员 戴博拉伯克斯医生 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今天看到的 与三月份和四月份不同 我要对生活在农村地区的 每一个人说 这个病毒你们没有免疫力 或者受到保护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确认 限定微软公司在9月15日前 完成收购TikTok的谈判 这个交易估计高达500多亿美元 但是有分析人士称 这种买单中国公司来阻挡 中国地缘政治的 长地的做法不可持续 微软公司周日表示 并购计划中的对象 是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但是交易谈判还涉及到 TikTok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 微软官网星期日发表文章称 微软首席执行官 纳德拉就收购谈判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 他感谢美国政府和特朗普 个人为美国建立强大的安全保障 做出的努力 特朗普星期一对记者说 如果微软公司能够在 9月15日前完成收购谈判 他愿意让微软展开谈判 否则他将禁止TikTok 在美国开展业务 美国国会正试图 就资金问题达成一致 以防止那些因新冠而失去工作的人 失去自己的家 政府的救援帮助了维基尼亚州的 许多租房者 但随着州和联邦暂停令的到期 一些人面临被驱逐 美国公民萨米·布尔玛来自苏丹 过去打三份工 每月挣6000美元 现在因为新冠 他没有工作可做 除了为付房租外 萨米还累积了信用卡债务 为优步开车会有所帮助 但他害怕把新冠病毒 带进他的一居室公寓 他找工作时尽量不受绝望情绪的影响 布尔玛说 我希望我早点回到工作岗位 但如果不能 这是每日每夜 我脑子里出现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 因为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8月4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476万8827人 新增5万6103人 死亡156771人 新增1383人 即使到8月3日晚上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 确诊病例为59379人 新增664人 死亡1619人 新增19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为 15726人 死亡659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 1081人 死亡210人 Snowhamish County确诊人数 5219人 死亡191人 Piers County确诊人数 5280人 死亡129人 Spotkin County确诊病例 405人 死亡67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 3569人 死亡111人 Franklin County确诊人数 3374人 死亡47人 华州确诊人数 目前列全美第22位 在华盛顿州被诊断出的人口中 有2.7%死于新冠肺炎 此数据截止到 星期一晚上11点59分 到目前为止 华州已经根据 华州卫生部 对新冠病毒 进行了100万9486项测试 在这些测试当中 有5.9%呈现阳性 州长杰英斯利 周一宣布了 另一项全州冠状病毒限制措施 该限制使在健身房 和健身设施锻炼的人的 最小距离增加了三倍 同时在华盛顿特区 立法者继续就一项巨大的 冠状病毒救助法案进行谈判 仍然存在许多障碍 在今天举行的 华盛顿州的初选中 州长杰英斯利 和共和党候选人 罗伦·卡尔普 在所有的36名州长参选人中 名利抢两名 民主党参选人 Danny Heck 和共和党参选人 Marco Lias 在所有11名副州长的参选人中 名利抢两名 在联邦众议员的初选中 华州第一选区 Susan Bell-Benny 和Jeffrey Beeler领先 第二选区 Rick Larson 和Timothy S. Hazelow领先 第三选区 Jamie Harina Botler 和Caroline Long 领先 第四选区 Dan Newhouse 和Douglas E. McKinney 领先 第五选区 Kathy McMorris Rogers 和Dave Wilson 领先 在联邦众议员的初选中 第六选区 Delete Kiemer 和Elizabeth Krizer 领先 第七选区 Premilla Jayapel 和Craig Keller领先 第八选区 King Chilwell 和Jesse Janssen领先 第九选区 Adam Smith 和Doug Basler领先 第十选区 Mary Lynn Dickland 和Bass Douglas 李先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 华氏 62度 摄氏 17度 明天晴 最高气温 华氏 76度 摄氏 24度 最低气温 华氏 60度 摄氏 广告 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拓展您的业务 西雅图市为餐厅 商店 食品卡车和手推车 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 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 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 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 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 有兴趣吗 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 电话206-684-8090 或oed at seattle.gov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新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 七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 在喜迎电台八岁生日之际 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 在华语广播的路上 越走越远 越走越成功 为西雅图华人社区 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 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 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向您介绍娱乐新闻 8月4日张萌发文吐槽 《三十而已》中的林悠悠 她表示 林悠悠这样的角色 我是绝对不会演的 真是太气派了 然后秒三 引发了热议 晚上她发视频道歉说 追剧追得太上头 至上变灵 角色太气人 但是演员演得很好 以后我要解言盛行 此日黄晓明在绿洲 发布素颜视频 爽快回应 看了二十多年了 辛苦大家 继续凑合着看吧 此前中餐厅四第一期中 黄晓明因多次 帮合伙人搬运行李 来回爬梯子狂流汗 导致脱妆 素颜状态引发热议 有搞没拍到张博兹的 妈妈戴莎莉的近况 下午五点多戴莎莉 开网约车上班 她开着一辆架子 七十万港元的七座车 停在中环某商场外 像是在等生意上门 但是可能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 戴莎莉等了大约一个小时 都没有接到单 戴莎莉在中环 坐到下午六点多 随后无奈开车离去 第一方面的消息 首先带来CBA的消息 8月4日 CBA季后赛半决赛 在广东与北京之间 率先开战 在一些连因伤缺症的困难情况下 广东队在一度落后 十九分的情况下 艰难搬成一百零四平 进入加十赛 最多广东以一百一十一 比一百零九 逆转战胜北京 夺得半决赛的开门红 北京时间8月4日晚 2020赛季中超联赛 第一阶段A组第三轮赛事打响 广州恒大三比一战胜深圳 恒大取得开季三联胜 另一场比赛 江苏苏宁二比一战胜大连 NBA方面 北京时间8月4日 洛杉矶湖人队以一百一十六 比一百零八 击败了犹他爵士队 并锁定了西部第一的位置 其他几场比赛 猛龙以一百零七 比一百零三 战胜热火 决金以一百二十一 比一百一十三 战胜雷霆 奇才以一百 比一百一十一 富于步行者 辉雄以九十九 比一百零九 不敌替湖 七六人 以一百三十二 比一百三十 险胜马刺 国际足坛方面 北京时间8月4日 西班牙传奇门将 39岁的卡西利亚斯 宣布退役 结束自己的球员生涯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台阶发明消息 美国东部时间8月4日截止到收盘 道指上涨164.07点 发26828.47点 涨幅为0.62% 纳指上涨38.37点 发10941.17点 涨幅为0.35% 标普500指数上涨11.9点 发33006.51点 涨幅为0.36% 截至收盘贵金属市场方面 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7% 报每奥斯2021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期货价格上涨1.7% 报每桶41.7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0.6% 报每桶44.43美元 一直到发稿 亚洲股市方面 户指收报3371.69点 曾经曾指报13860.46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一美元兑换 6.9735元人民币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查克·舒默周二表示 与白宫的关于经济刺激法案的谈判 终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但在某些问题上 分歧仍然很大 舒默表示 谈判仍在继续 他认为正在取得进展 我们的分歧在于一些项目的优先性及规模上 当地时间8月1日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搜狐在今年4月份完成创油私油化交易 创油从纳斯达克退市 对于创油未来是否会在亚洲市场上市 张朝阳表示 创油刚刚回归 不早急 才几个月的时间 未来我们是有计划的 英国石油于周一盘前公布财报称 第二季度亏损67亿美元 并宣布削减股息 原因是该公司预期 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跌 因此下调了部分资产的价值 尽管如此 这家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巨头的股价 还是上涨了6.5%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吴希和小元 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采编是陈香路易 萨萨行文 江和小元 想了解最新更丰富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 主页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你的收听 大家好 我是音乐节目 夏图不眠夜的主持人 镜子 在夏图中文电台成立 并开播八周年之际 要特别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电台的喜爱和支持 也衷心祝愿 中文电台越办越好 不忘初心 始终如一 我爱引人瞩目 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 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 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 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 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就能受到关注 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 你我未来由此展开 请上2020sensus.gov完成普查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具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